新华社内罗币5月14日电,记者杨真丁磊摩加迪沙消息,索马里警方14日说,索首都摩加迪沙市中心,一处粮食园驻分发点,当天遭到汽车炸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9人受伤。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索马里警官,告诉新华社记者,爆炸发生时,许多平民正在排队等待粮食援助。 一位名叫穆罕默德努尔的目击者说,巨大的爆炸引发了骚乱,人们当时非常惊慌。 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已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 索马里新闻部14日发表声明说,索马里政府均13日晚,在索东南部下谢贝利州,与青年党武装交火,打死14名武装分子。 索马里青年党,是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极端组织。 近年来在索马里及其邻国多次发动恐怖袭击。 395名中国维和官兵,获授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 当地时间7日上午,中国第六批赴马里维和部队授勋仪式,在位于马里加澳地区的中国维和部队营区举行。 395名维和官兵,全部被授予联合国和平荣誉勋章。 埃及与法国结束联合海军演习。 埃及军方发言人7日发表声明说,埃及与法国海军,当天结束了在埃及鸿海和地中海领海举行的联合演习。 索马里总统府附近,发生爆炸袭击,致四死救伤。 摩加迪沙消息,索马里警方7日说,索马里总统府附近一家餐厅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四人死亡,九人受伤。 巴基斯坦开始打击境内非法武装组织。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3月7日报道称,巴基斯坦3月4日开始对境内活动的非法武装组织,采取大击行动。 逮捕了44人。 新华社弗拉迪沃斯托克,1月10日电,记者吴刚俄罗斯国防部日前表示, 俄从老乌回购的30辆苏联时期制造的T-34坦克,已运抵俄罗斯。 俄国防部网站9日发布消息说, 2018年1月,俄国防部长少一谷访问老乌时, 与老邦达成了关于回购一批苏联时期出口至老乌的T-34坦克的协议。 这30辆T-34坦克,已于近期运抵俄远东港口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 并将通过铁路运输至莫斯科州。 俄国防部说, 这批坦克在运抵俄罗斯之前性能较为完好。 运抵俄罗斯后将用于胜利日阅兵,更新各地展览馆展品, 及拍摄关于二战题材的电影等。 T-34坦克,是一款苏联于二战前研发的中型坦克。 因在苏联为国战争中,做出巨大贡献,被誉为传奇坦克,并被广泛出口至世界其他国家。 T-34产量巨大。 据俄国防部透露, 仅1940-1946年,苏联就生产了5,8万多辆该型坦克。 3月10日,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MAX8客机,在飞往肯尼亚途中坠毁。 这是近5个月来第二架该型号客机坠毁。 机上搭乘149名乘客和8名机组成员,全部遇难。 其中包括8名中国乘客。 周一上午,中国民航局以下发通知, 要求暂停该国波音737-8的商业运营。 其中所指的737比8飞机, 全称为737M AX8。 是波音737MAX系列最新的飞机。 专家称, 本次事故与5个月前的施航波音飞机空难, 具有高度相似性。 根据中国民航资源网统计, 目前,中国的航空公司, 共有96架该型号飞机。 包括, 中国南方航空有24架, 中国国航有15架, 海南航空有11架, 上海航空有11架, 厦门航空有10架, 山东航空西架, 深圳航空5架, 东方航空和祥鹏航空各有3架, 澳台航空和福州航空及昆明航空各有2架。 九元航空有一架。 I航空难究竟如何发生? 周日早上8点38分, 埃塞俄比亚航空的ET302航班, 从该国首都亚地斯亚贝巴机场起飞。 仅6分钟后, 飞机坠毁在亚地斯亚贝巴东南方60公里的比绍夫图镇附近, 当天的能见度良好。 但是航空数据追踪平台FLIGHTRADA224称, 飞机在起飞后, 垂直速度不稳定。 埃航表示, 直飞的机长亚里德格塔丘Yurid Gattachou, 有着超过8000小时的良好飞行记录。 大副艾哈麦德努尔莫海莫德努尔阿姆努尔姆努尔哈麦德努尔, 有着200小时飞行记录。 飞机失事原因尚不明确。 但是埃航透露, 飞行员曾向地面报告有问题, 并要求返航。 在现阶段, 我无法排除任何事情。 埃塞俄比亚航空CEO, 克沃尔德·加布雷马里亚姆 向记者表示, 我们也不能把事故的原因归结于任何事。 我们必须遵照国际规则。 等待调查。 待事故发生后, 波音公司面临质疑。 因为失事航班为波音G37MX8型飞机。 五个月前, 印度尼西亚的失航公司的同型号飞机, 也失事坠毁。 中国民航业内人士林志杰, 向BBC中文表示, 两次空难均是新交付的737MX8飞机, 且均为起飞阶段, 有一定相似性。 737MX8型飞机, 2017年才开始商用。 该航订购了6架, 737MX8, 去年10月。 失航的同型号飞机坠毁后, 印度尼西亚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 失航610航班的一个传感器, 收到一个错误输入。 该传感器设计, 用于提醒飞行员飞机, 是否有失速的风险。 这个系统是波音G37MX的新功能。 调查发现, 尽管飞行员努力纠正, 但反失速系统反复迫使飞机机头朝下。 那次事故中, 189人遇难。 失航空难后的几天内,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向美国航空公司发布了一份 关于该传感器的紧急试航指令, 称该传感器问题, 如果得不到解决, 可能引起飞行员, 难以控制飞机, 并导致过度俯冲姿态, 严重高度损失等, 美国的航空公司被告知更新机组人员的飞行手册。 当时,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表示这一信息, 已告知其他国家的航空监管机构, 然后由监管机构通知航空公司, 再由其通知飞行员, 一位航空业消息人士表示, 他几乎可以肯定 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飞行员, 已经被告知传感器问题。 目前, 还没有直接证据表明 埃航飞机, 与失航飞机遇到相同的问题。 此外, 航空分析师, 格里苏亚克曼 Jerry Sojotman, 向BBC表示, 相比旧型号的飞机, 737 MAX的引擎更靠前一点, 相对机翼也更高, 这点会影响飞机的平衡。 埃航空难后, 中国民航局以下发通知, 要求暂停该国波音737 MAX的商业运营。 林志杰表示, 中国在国内停飞, 737M MAX8, 是在事故原因尚未查明前, 确保航空安全特别是旅客人身安全的一个考量。 目前, 国内波音737 MAX8, 总数不到国内客机规模的3%, 因而航空公司可以临时调配其他飞机顶班。 对旅客出行, 应当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希望事故原因尽快查明。 波音做好飞机的安全性改进。 民航局和空公司各自做好监管和运行, 确保旅客出行安全。 波音737 MAX系列机型是波音史上销售最快的飞机。 全球100多家航空公司, 订购了超过4500架飞机。 据中国国资委消息, 2018年12月15日, 中国商飞与波音在周山合资组建的737玩工和交付中心交付的首架飞机, 即为737兆AX8。 周山的波音玩工和交付中心, 是波音公司首次在海外设立的此类工厂, 将覆盖整个737兆AX飞机家族。